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83年有法国和瑞士合拍的犯罪剧情片《钱》 有一父亲给了零花钱不够还同学的债 母亲又对钱财表示无能为力 年轻的诺伯特只好去向朋友求助 原本诺伯特想以抵押手表的方式向朋友借钱 但没想到朋友竟然不收 因为疏忽大意 朋友前不久收到了一张面值500法郎的假钞 由于不甘心 他一直没有将假钞销毁 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他给花出去 现在诺伯特急需用钱 朋友便决定和诺伯特一起想办法把这张假钞用出去 凭借着人畜无害的学生形象 以及假钞上自带的高仿真水印 两人成功骗过了相机店店员的检验 直到相机店打样后 老板前来清点收入 店员这才得知自己收到了假钞 500法郎面额太大 老板不想吃这个亏 而且现在的巴黎 假钞泛滥成灾 他之前已经连续吃过好几次亏了 为了发泄怨气 老板决定不再隐忍 强迫另一名店员将假钞用出去 店员为了保住工作 只能按老板说的做 这次收到假钞的是维修工伊文 没过多久 伊文就发现自己收到的钱通通不能用 餐厅负责人 见伊文连续拿出好一张假钞后 忍不住怀疑伊文是骗子 听到这话 伊文气得忍不住用武力还击 导致负责人报警 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警察立刻将伊文带到了相机店 由于事先就已商量好 所以店员拒不承认伊文来过这里 甚至还对伊文拿出的收据副本 装出一脸疑惑的样子 就这样伊文故意使用假钞的行为 被彻底坐实 妻子在得知事情的经过 并确定伊文没有搞错后 立刻和伊文一起向律师求助 律师建伊文选择私了 因为打官司的话 他赢面很小 除非老板愿意说出真相 由于无钱私了 伊文最终只能选择打官司 和之前一样 店员与老板依旧在撒谎 不过还好 在律师的距离一争下 法官最终还是撤销了 对伊文的起诉以及罚款 毕竟伊文也是受害者 临走前 法官特意警告了一下伊文 叫他不要再诬陷好人 老板和店员不追究伊文的诬陷行为 并不表示伊文就是对的 没多久 上级领导就因为伊文涉嫌使用假币 以及诬陷他人 将伊文开除 伊文自尊心很强 不愿为自己没做过的事情道歉 所以便没有选择去向上级领导求情 二号店员从老板的一系列行为上得到启发 认为赚钱就应该不择手段 因而故意提高商品的价格 从中赚取不易之财 老板在发现这件事后 只能将该店员开除 不过店员并没有为此感到任何后悔 反而还觉得自己的行为没啥大不了的 谁活着不是为了钱 如果我天生就是富人 就不会为了钱去干坏事了 某天一号店员在街上偶遇了诺伯特 诺伯特在见到店员后不但没有任何心虚 反而还主动挑衅 气了店员一路打听诺伯特的身份 最后店员成功确定了诺伯特就读的学校 老师在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希望诺伯特和朋友能主动认错 但没想到朋友竟无动于衷 诺伯特更是直接离开教室 面对母亲诺伯特终于愿意坦白一切 可母亲在听完诺伯特的讲述后 竟要求诺伯特抵赖 千万不要承认用假钱的事 接着母亲又主动找到店员 用一笔风口费堵住了店员的嘴 导致父亲没有人证 无法以此教训诺伯特 另一边失去收入来源又找不到工作的伊文 不得不参与狐朋狗友的抢劫行动 以此换取生活费 亲眼看着老板将法律玩弄于鼓掌后 伊文便再也不愿相信法律 所以对于这次的行动 伊文没有任何后悔 只是没想到警方赶到银行的速度 比想象中快很多 刚抢到钱的狐朋狗友因此被困 而在外面接应的伊文 也很快被警方盯上 此时才想着后悔已经太晚 伊文没跑多远就被警方逮捕 由于没有直接参与行动 伊文只被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 不过妻子却因此对伊文彻底失望 毕竟再怎么对社会不满 也不该去犯法 某天老板接到通知 得知店内的警报器突然无故响起 打开大门后 他才知道自己的店遭到了小偷的光顾 而这个小偷正是他之前开除的一号店员 一号店员在决定私自涨价后 偷偷配了一把相机店大门的备用钥匙 对于偷到老板钱财这件事 店员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毕竟老板自己也不干净 谁都没资格看不起对方 入夜后 店员又通过非法手段取钱 将老板卡里的存款一扫而空 一文入狱后不久 女儿就因为没钱抑制病情 最终告别人事 妻子因此精神崩溃 为了缓解伤痛 忘掉这一切 妻子主动提出了离婚 一文很想挽留妻子 但如今的他又有什么资格 让妻子等他三年呢 一号店员拿到老板的钱后 用这些钱接寄了一些穷人 除此之外 他还专门给老板寄回了一些 不过店员寄钱并不是因为可怜老板 而是希望老板许会做人 由于妻子已经搬家 御方只能将一文寄的信如数退回 时间一长 御友们便开始以此嘲笑一文 甚至调侃妻子 气得一文差点与他们动手 幸好预警及时阻止 为了防止一文搞事 御方负责人将一文关进了禁闭室 并打算用药物让一文冷静下来 只是没想到 一文表面上的配合都是装的 实际上他一颗药都没吃 等药的数量搜集到一定程度后 一文再一口气全部吃掉 将自己弄病 这样他就可以以住院的方式 离开禁闭室 与此同时 一号店员终于被警方逮捕 面对法官的审问 店员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总的来说就是法律不公 自己的行为没有问题之类的 由于态度不好 店员没有得到轻判的机会 就这样店员也和一文一样 进入了监狱 入狱后不久 店员便主动联系上一文 称自己想为以前的事赎罪 至于赎罪的方式 那就是带领一文越狱 由于店员制定越狱计划时 身处于人堆之中 导致他刚要行动 就被一心想潜心的育油举报 由于一文并没有越狱的想法 从头到尾也没有任何配合店员的举动 所以最终受到处罚的只有店员一人 对此一文并没有感到高兴 因为他原本是想亲手干掉店员的 如果没有店员 他也不会沦落至此 经过三年的漫长煎熬 一文终于离开了监狱 此时的一文截然一身 没有哪个亲戚或者朋友愿意收留他 找工作对他来说更是一种奢望 入夜后一文悄悄打开了旅馆前台的钱柜 将钱柜中的钱全部倒走 失去了妻子和女儿 再加上法律的不公 甚至连仇都不能亲自去报 导致一文的性格走向扭曲 犯法对如今的一文来说 已经完全无所谓了 社会已经乱套 当好人的下场实在太惨 不如干脆加入到黑暗之中 次日一文又盯上了一名刚取完钱的老妇 老妇虽然及时发现了一文 但一文却并未离去 反而还主动跑到老妇家要吃的 老妇心地善良 不但没有拒绝一文 甚至还拿出了家中仅剩的食物 通过与一文闲聊 老妇得知了一文杀人的事 原来在打开钱柜前 一文还顺手干掉了旅馆前台和一名路人 不知为何 如今的一文只能依靠夺取他人的性命 来治愈心灵上的损伤 只有在杀万人后 一文才会觉得自己还活着 其他时间一文感觉 自己就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老妇并非是独居人士 除了他以外 家中还有好几位成员 只是无奈成员们虽同处一个屋檐 但彼此之间却并不友好 老妇尽心尽力地伺候他们 可最后换来的却是冷漠和嫌弃 仿佛自己有着天大的委屈 老妇对他们的细心照顾 是理所当然的一样 老汉更是对老妇 受留一文注下这件事 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 虽然一文有些同情老妇 但这并不足以让他停止干坏事 只是很无奈 老妇家里实在找不出 值得偷的东西了 某次闲聊中 一文说出了自己这几天 想问的问题 家中的人都当你不存在 你每天这样服侍他们值得吗 依我看 每天干这些事跟死了没两样 为何你还要活着 难道你想等待奇迹出现 老妇回答道 我什么也不等 在老妇看来 照顾家人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不是什么事都得追求结果 他希望一文能明白 人不一定要为了别人或者利益而活 问心无愧其实也是一种活法 但很可惜 他的一番暗示 并没有让一文找回自我 入夜后 一文终于因为控制不住 开始对老妇一家下手 由于老妇一家基本都是老幼病残 所以没人能阻止一文的屠杀 再次犯案后 一文没有像上次那样直接离去 而是等待警察的到来 顺便投案自首 从老妇身上一文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不管自己如何努力拼搏 到头来都没有改变命运 别人随便一个诬陷就能将自己打入地底 之所以要杀死老妇一家 一方面是因为痛恨以前的自己没有奋起反抗 另一方面则是想表达一文对亲人之间的冷漠和嫌弃感到无比绝望 也就是说一文这些年来一直为妻子的离去而感到耿耿于怀 认为妻子过于无情 但他自己并不在理 而且也无力改变这一切 所以一文入狱后一直活在自责和厌世这两种极端矛盾的思想之中 片尾警察的到来对一文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 社会风气有问题杀再多人也没用 毕竟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一文的存在太过于渺小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